它外面那個粉漿不會太Q 這樣很軟硬適中 然後搭配它裡面的麵 整個很絕配 然後又有一點肉 它外面那個脆度很夠耶 而且它裡面那個內餡啊 很爽口 不是那種很膩的那種 不是那種奶油感很重的 就算只是單純吃麵包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的麵包就是那種很好吃的菜包 對啊 我好想買麵包回去 應該就是那種類似 生食粉絲 對對 然後直接在嘴巴裡面爆炸 嗨我是惠德 哈囉我是玉琴 我是榮惠 我們今天來拍西區美食 那就給我們看下去吧 GO 以前這裡叫秦美綠岩島 然後現在改成叫市民大道 好像是林家龍時期的時候改的 是喔 其實想想我們好像也是 第一次來成品門口那邊拍 我們之前拍西區都是別的地方拍 這邊其實也算是台中的市中心 所以每次假日都超多的 我覺得蠻 算阿 西區算有點算市中心 不過很多人都要把七區當市中心 七區 對阿 七區真的是 對阿 這邊才是通過人最多的地方 這邊才是熱鬧的地方 餵籃球 現在來去吃那個 我們玉琴的愛甸 對阿 蛋餅超好吃的 她的愛甸 網路上好像說它是粉漿蛋餅 對阿 我也蠻喜歡吃粉漿蛋餅的 而且它的口味是很特別的 很多不同的奇奇怪怪的口味 酥媽媽很厲害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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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點起司加鴨翔跟 旺桃泡麵雪花雞 然後這兩個都是他們的特餐 他們是每次測他的這個組合都不太好 他們有時候會壞 然後重點是他的贈餅真的好大喔 真的嚇死人的大 吃到一口花才一口 這怎麼塞啦 你要再一口 臭大一個耶 我真的 快點啦 你等一下就知道有多難 游泌鄰居 我死你了 飯飯喔 抵他抵他 抵他會掉喔 他等一下就掉 掉在第一箱三秒鐘 掉了要剪掉的水 他好好吃喔 我本來 有點像炒麵麵包的感覺 好不一樣 他不一樣差很多 而且他的醬是很特別很好吃的 醬的 而且他醬是有點辣味 就讓那個什麼 蛋餅跟泡麵的味道很有感 都很富耶 對啊 就是沒有吃過在那個蛋餅邊加泡麵 然後幫那個蛋餅增添了一個口感 而且他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因為那個粉漿不會太Q 這樣很軟硬適中 然後搭配他裡面的麵 真的很絕對 我要就是吃得出來真的是質感很好吃 又好吃然後又超大一份 就是吃完午餐就不用吃了 對對對 直接吃晚餐 我們來吃下一個 我們再來點的這一份是那個 起司鴨賞 起司鴨賞 宜蘭鴨賞 他好像滿多都有加起司的 我看很多人都會加他們的起司 他加的起司就給整片這樣 他們加真的好多特殊的口味 像鴨賞 剛剛的泡麵嘛 然後鴨賞 然後還有看到什麼加玉神 玉神也很好吃 玉神也很好吃 只有我今天沒有遍 還有薯餅啊 九層塔 就是一般我們常見的也有 然後也有很多特殊的 嗯 其實我剛剛吃泡麵 比較沒有辦法感受到它的那個蛋餅Q彈 因為他吃鴨賞的話 那個蛋餅的口感就變得很明顯了 很配 對 它那個吃起來感覺更Q軟 然後它的鴨賞的味道 是我喜歡的那種味道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吃煙燻料理 因為就是會有點醃漬過口感 可是它這個不會 它很適中欸 對啊 很配 因為鴨賞會太硬 我想要不會太硬 老闆鴨賞哪裡買的 我吃過鴨賞 有這麼好吃的口感 你沒有辦法像我一樣 我有接觸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它那個蛋餅皮真的好厚 蛋餅皮的口感真的很明顯 難怪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人落意不絕 然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它有外送平台 但它沒有辦法預訂 沒有打電話預訂是不行的 對 打電話預訂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來現場等 然後它這邊有很多規則 你就照著它的規則走 它怎麼點餐什麼的 它都會寫得很清楚 很讚 這件真的很會挖到五顆星 這件很讚 這件很值得五顆星吧 這件很值得五顆星吧 這件很值得五顆星 真的很值得五顆星 這件很值得五顆星 真的很值得五顆星 它是現罐的 就是你買了它才幫你罐好 對 不然它怕會軟掉 它外面那個脆度很夠 然後它不會脆得很黏牙 然後掉屑屑很多那種感覺 很好吃耶 很幸福喔 很享受 而且裡面那個內餡啊 不會過冷 然後是那種涼涼的感覺 很爽口 不是那種很膩的那一種 對 不是那種奶油感很重的 它跟一般泡芙一樣 就是它的味道是脆 可是有些泡芙脆的時候 它就會又有一點點 這泡芙我會很軟 就是脆皮 對啊 它就是很甜甜的脆皮 然後又是脆皮裡面 非常好吃的 就是不會硬 然後很酥 它就是厲害版的義美小泡芙 這個餡的比例調得很好耶 它明明就是甜點 可是你吃的完全不會想要喝的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吃 泡芙的人 不管是義美小泡芙 或是這種泡芙我都喜歡吃 但我很少吃到 我會很喜歡的泡芙 這個真的好吃 而且它給的很滿耶 它沒什麼空隙 它真的很滿耶 說到底巧克力很好吃喔 其實我是巧克力跟奶油 牛奶一起吃的 巧克力的口感吃得怎麼樣 就是很好吃的巧克力 它巧克力很 它也不是說苦甜 甜的 可是又不會太甜 對…就是這一間 它巧克力很厲害 因為我們咬一口之後 放在那邊 它是流下來的 很酷 我發現我好像比較想巧克力 你看我巧克力是比較怪的 這一間很適合你來 那個大草的這邊野餐 我們鋪個野餐店 然後買了一盒泡芙 然後坐在那邊吃 太幸福了 這間真的好吃 大家可以來買 奶油粉感覺好像不錯喔 就是加入一家粉圓 我們現在在生品街 而且它有賣青草糖 等一下吃完那個再來喝 等一下吃完那個再來喝 好 泥太子玉子燒 大甲芋泥肉鬆 然後它的那個餐包 好像比較有名就是它的那個 麵包提示服 很鬆 很鬆軟 很鬆軟 真的很軟 很好吃 我們現在吃的這個是明太子 玉子燒 它一開始麵包其實咬下去就很鬆軟 然後明太子這種東西 有時候就是會怕店家就是捨不得給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咬下去 明太子的味道很夠 然後可是又不會再說玉子燒的味道 就是我不知道它怎麼弄的 反正就是很好吃 其實有一些明太子我擔心會是太鹹 可是它的味道很剛好 然後跟那個玉子燒就是搭配在一起 跟那個餐包融合 然後單吃的麵包我覺得其實 就算只是單純吃麵包我覺得很好吃耶 是很好吃的菜包 對阿我好想買麵包回去 對然後配個什麼吐司 配個什麼草莓醬 真的好吃喔很香耶 它麵包是麵包有烤過嗎 有它有烤過 有有鬆軟 我剛剛看他們是就是 烤完然後再加料 然後才拿上來這樣 這個是那個芋泥肉鬆 大甲芋泥肉鬆 也是他們的招牌口味 然後這個是鹽酥雞的那個 手工蘸醬鹽酥雞 這也是蠻多人推薦的 它的芋泥好像不蛋黃的味道很好吃耶 蛋黃 它上面有鹹蛋黃 喔有鹹蛋黃 我覺得我覺得有點像在吃月餅 芋泥味雖然很重 那種蛋雞它的味道 也很突出 它味道是很有層次的 很豐富的 我覺得很好吃 鹹酥雞其實也蠻好吃的 肉醃還蠻入味的 然後它底下有一些那個 等一下 因為它的鹹酥雞很大塊 所以它一直要往下掉的感覺 它裡面有放一些高麗菜食跟九層湯 整體來說還蠻搭的 它的肉有刷一層酸酸辣辣的醬 所以吃起來蠻有層次的 可是它的肉是屬於那種雞胸的 所以會略為稍微乾了一點 我覺得如果它用雞腿肉 應該會更juicy一點 這個我覺得好像比這個 我更喜歡這個 真的喔 因為它的融合度更好 我可能是因為我太喜歡它的餐包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想要多感受一下餐包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 很配這個餐包 很讚 讚 嗨 大家 我們買到這個傳統台中粉圓餅 剛剛突然餐包了 然後餐包走出來 大概幾秒鐘就看到這一家 想說 我們路過的時候就感覺很想吃 很想喝了 今天蠻熱的 喝起來覺得如何 很好吃啊 它的那個粉也好酥喔 它就是真的是那種 對 對 很天然傳統的味道 然後它那個甜度還可以調 我們現在都是點微糖 我跟妳講的是點紅茶口味 嗯 就今天很酷耶 我們真的好像只有 你說只有幾個人 30個人評論 不過它有4.9顆星 就是沒有什麼給它 然後這杯冬瓜茶加珍珠 真的很好喝 我很少喝到這麼好喝的珍珠 嗯 珍珠冬瓜 它的珍珠咬下去 就是會化掉的 對 有些珍珠是化掉的 有些珍珠是有彈性的 它就是都有 對 它就很特別 對 就是5顆星 因為它是我覺得好喝的珍珠粉圓 它還沒有手臂5顆星 這樣有啦 1、2、3、4、5 娘娘講5顆星吧 今天真的很好喝啦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慾望 真的很好喝 好好笑 回到我們熟悉的第5市場 大家還記得上一部第5市場是什麼時候 應該一年多淺了吧 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 兩片肉 對 那時候是跟艾莉在拍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喔 去看一下 來來 這邊這邊 應該是這邊吧 還是這邊 我們都剪 對 反正自己挑一邊 可以從資訊欄點進去 我們要來吃一間 就是我們拍第5市場的時候 大家一直推一間說 一定要去吃這一間 這間網友熱推的店 對 快到了快到了 欸我看到日戰飯團了 你們吃日戰都有去看那一家 對日戰飯團很好吃喔 我上次有買給你們吃過啊 我們現在來吃的這一家呢 我們現在是第5市場的蚵仔糞 蚵仔糞啦 靠雲金龍台語 這一家呢 其實我以前都來吃過一次 我就覺得很好吃了 所以我只是想說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那其實這種糞就像有點像是那種 最近超狠秀那個台南的肉糞一樣 蚵仔糞有沒有 200塊的那種 啊這裡好像不用200塊 這裡是多少 55塊 15塊 綜合麥然後55塊 我們來吃看看吧 我們今天點的是一個綜合麥 裡面有蚵仔跟肉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燒肉肉 跟米糞 它其實不像我們一般傳統在吃的那個麥 它是有點像泡飯的感覺 嗯 它不是把它煮得爛爛的那一種 所以吃起來口感會比較好 這有跟妳說 如果妳是喜歡口感更有層次一點的 你可以加它的胡椒粉 真的會很好吃喔 那我也要不要 其實我本來想說 就是這種五十塊的蚵仔 它就像給我這麼小顆 我也是沒有話講 可是它是每一個都這麼大一顆 然後又是鮮的 然後又沒有那種糞臭的 它感覺就像生蠔本質那樣 它的蚵仔的肉是很飽滿的 應該就是那種類似 生死鬼神 對 對 然後直接在嘴巴裡面爆漿 然後吃得很乾淨 真的 而且它的味道好濃喔 所以它的那個湯喉 感覺出是花了七七四九天去煮 泡菜真的很入味 而且它 我剛剛吃它的肉啊 它的肉是有點 比較焦香一點的感覺 然後很好吃 脆脆的 它是脆度很高的 可是很好吃 肉汁鮮甜 就是你想得到的黃燒肉那種味道 可是越咬會越香 就是肉汁鮮甜 慢慢的出來 它這個肉更是很經典的一個 台灣小吃 這個很好吃 這肉捲是 這肉捲是 你剛剛覺得很好吃 你跟它 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欸等一下 那個花椒真的很好吃 不是這樣好好吃喔 看照片想說肉捲還好耶 對 我們來之前的時候想說 這肉捲看起來就是這樣 欸我們兩個一人兩隻 然後不要分給濃味 好壞喔 你看 那你不要拍它喔 對 它比紅 它比紅燒肉好吃耶 真的假的 但還沒有吃 那個米腸 我要給它五顆鮮 真的很好吃 都超鮮 這邊那個很好吃 那我們來吃最後的米腸 你是你在吃了嗎 還是你應該都是烤菜 我來吃烤菜 我要夾它的烤菜喔 我們來吃這個 米腸 米腸 我覺得要夾它的菜脯 這個米腸是像那種花生米腸 所以它是比較簡單的口感 但是它的米飯算是緊實 然後那個腸衣也不是那種會咬不斷的 然後那個腸衣也不是那種會咬不斷的 就是 純粿 跟那個腸的醬 這種人要問導儒哥啦 導儒哥 導儒哥 導儒哥嗎 嗯 加了醬好高之後 我覺得 味道比較 多遠一點 對 這家店我要給它五顆鮮 真的太好吃了 對對 你要給我五顆鮮 真的是自己流行 對啊 知道我們在哪裡嗎 有看過我們向上市場的 我們最高的影片 對 向上市場的影片嗎 我們現在來吃大家很推薦的一間 Oday 這樣你可能會被認出來耶 你現在向上市場很紅耶 對耶 好了沒關係 我很期待這一家 因為大家都很推薦 每個人都說這家很好吃 梅開 空修 好想吃喔 最喜歡吃Oday了 上次我們大理本來也有拍一家河堆 結果後來也沒吃到 下次再來吃吧 最近跟河堆是無聊的 大家期待向上市場第三集 第三集 向上市場三集 向上市場三集 向上市場其實有很多好吃的 這個市場為什麼會那麼多人喜歡看 就是因為它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 今天的西區美食之旅結束了 對耶 今天真的吃了很多很多好吃的 你最喜歡吃什麼 大腿跟那個酥媽媽蛋肚 真的很好吃 我也吃這兩件 我吃這兩件 這兩件真的好好吃 第一家跟最後一家 我最喜歡的就是酥媽媽 然後還有中途去吃的那個粉圓 喔 那個粉圓 冬瓜粉圓真的很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吃的鵝阿摩 鵝阿摩也很厲害 對很讚 這是好的開頭跟好的年 對 我覺得 有始有終 我覺得這幾天都很讚 五顆星 我們是樂如可心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下次見囉 掰掰